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科学家研究表示 在2186年7月16号 地球人将经历12000年以来 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日全时 部分地区将会见到超过7分钟的黑暗 然而这7分钟根本不算什么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整个宇宙 持续时间最久的恒星时 长达三年半 据了解 这个现象每69年在双星系统 TYC25056721中发生一次 每次持续时间是3.5个地球年 因为这两个星体距离非常遥远 大约是太阳到天王星的距离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星时会每隔 长达69年发生一次 科学家表示 长达三年半的日时 可能会让地球上温度会降至极低 那部分生命都会消失 TYC25056721星时则有点不同 它是一次恒星时 一次发生在恒星自己身上的星时 这在一个双星系统中才有可能发生 也就是两颗恒星围绕彼此旋转 TYC25056721系统似乎包括了两颗红巨星 其中一颗被一团确大的盘装物质包围 因此才有了这么长的兴时时间 虽然研究如此遥远的恒星很困难 但是科学家表示 其中一颗被我们的太阳要热2000摄氏度 而且这些炙热的伙伴 可能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低质量 正在衰落的红巨星 而且即将成为一颗白矮星 对此以往表示 三年的不见天日 幸好不会发生在地球上 感谢观看